哇,好了,现在到了这个,群星联赛季生赛季的,今天的这个BO3,BO2最后一局啊,有这个,Mineski对阵,WG.U,MORALS GAMING.UNIT,这两个队伍的实力的话都不错,我认为他们两个队伍的实力应该算是五五开, 都有各自的一个强力之处,但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肯定,相对来说的话,WG的辅助会比Mineski的辅助厉害一些,而这个Mineski的大哥比WG的大哥厉害一些,双方各有自己的优势点,到底谁能发挥出自己的得力之处呢,看两边的这个BO2发挥了, 这个,扮了独狗,没有扮聂主,针对了一手这个,Merry和的小大家,这边大鱼也没扮,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没有人扮大鱼的情况下,这没人抢的,这两个队伍在BP的时候想的是什么东西啊,聂主也没人玩, 大鱼也没人操作,这干嘛 第二阶段搬了小狗,教授说你拿大鱼呢我不怕 这一会是WG先选,他们可以先点大鱼啊,这边WG可以点大鱼啊,这样虽然不点大鱼的话,还有一手可以点,就蝙蝠,这边这个有个萨尔的一点,萨尔加露娜这个体系的话,还是抱团为主啊,所以蝙蝠这样的英雄的话, 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这边是拿了陈,那这样是要打一个纯推进了,这样可以拿小鱼人的,Mineski可以拿小鱼人的,第四周点个小鱼人啊一会儿, 5分钟时间, adventure reserve time 你看这抱团啦,你看这抱团啦,好不好,其实在今天那个Fanantic的比赛,不是Fanantic, 菲斯丽丝比赛中啊 他们看到那个菲斯丽丝的 陈组合 其实打得很一般啊 没有什么特点 最后还是赢了 我觉得靠的是三兵的小强赢的 给拿剑胜 我觉得这一手是最不该拿的 因为陈很克剑胜 他们这手考虑的应该是 不想让对面拿到 建生加ロナ加陈的組合 但是没有考虑到 自己拿建生其实很糟糕 建生面对陈 他斩进去 不仅是会为宝宝分摊 而且陈的这口奶 这口老奶 很厉害的 陈的那个召唤的宝宝 建生斩进去的话 是不能够秒杀的 他跟那个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建生很难在陈的面前 发挥出来 当然如果有实力差距的话 另算好吧 正常情况下是很 这样你竟然不伴米波,是吧,Worth Gaming就带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就厉害了 那这个Worth Gaming就厉害了 好吧,那虽然沉的看起来挺蠢的,但是呢,加上米波就厉害了 这下子每个米波都加血,啊怎么,厉害了厉害了 米波出来了 这样米加斯基的话,针对一手,拿了个主宰加这个猛马,这样要打菜刀流了 用这个菜刀流来针对这个米波,剑胜,猛马,再拿手军团吧 拿手军团还可以啊,克米波的英雄里面,哎,火枪也行啊 这边办了蝙蝠 米加斯基缺一手,控制点啊 这个拉比克跟猛马是打不了这个线手控的 所以需要拿手控制点,但是已经没有位置了 5秒钟,还要打得到5秒钟 米加斯基的话,火枪手吧,对线 对这个米波的英雄里面,火枪是不错的 火枪是不错的,还有军团也不错啊 这边办了蝙蝠嘛,这边另外一边的话 缺个三号位先手点 缺一个三号位控制点 三号位控制点的话 蝙蝠没了 打剑圣蒙马局的话 虚空假面一般 还有一手人马 对,人马不错啊 人马不错,对,由于这个 米加斯基的双辅助拿太早了 点不了冰龙杖的英雄了 那这手建议拿人马 或者扮人马,这一手呢就是 拿个能够兑现米波的军团或者火枪手 好吧 Tinker那也可以 Tinker没了,Tinker被自己扮了 大鱼,对,大鱼 大鱼也被扮了 看下拿什么,拿什么 这个蒙把兑现米波就是送了 好吧 因为蒙把兑现米波 米波肯定无解肥 肯定要拿一个中路 能给他压力的 肯定要拿一个能给他压力的 Tinker也没了 影魔也没了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那几个了 点了个沙王 这样米加斯基放弃正面输出了 他们 他们为了打米波 把自己的BP弄得非常的乱 他们虽然看起来在阵容上 能够针对米波 其实 他也就 也就是 只是在 纸面上能够针对米波 真正的话 你如果没有一个高额的物理输出 高额的经济发育 限制不了米波发育的话 你怎么针对都打不过 好吧 对线上面 蒙马肯定是让米波无解肥了 这一局的话 蓝胖子要过来 蓝胖子一定要前妻过来帮一下蒙马 好吧 不能让这个米波前妻那么舒服 这边看到对方是个杀王 嗯 将自己拿一手 人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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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能够打团的时候有一个稳定的开大 让 蒙马的大刀就不太好放了 沙王打米波就 哎呦 这句观念在哪里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点能够 有一个点能够去首先防推进 明莱斯克这边 其次是你这个杀王要经济肥 全场要经济肥 配合蒙马都肥 打输出 好吧 这句输出看起来是够的 但是关键是沉这口老奶 我觉得还是蛮关键的 沉这口老奶 不见搞得到 如果沙王中路兑现米波的话 你还可以吧 但是还得有人保一下 还得有蓝炮去打一下 三号位是个混线的三号位 拿了死亡 没什么特别的 这种方面的话看好天辉好吧 一眼的话也不错 一眼这边 一眼这边的话有这个 剑圣蒙马加沙王 还是可以针对米波的 那这句关键点就在于 这个米波的经济 跟这个蒙马沙王的经济 剑圣肯定不会穷 但是蒙马沙王一定要肥 好吧 也是这个拉皮克和蓝胖拿太早了 拉皮克蓝胖有一个拿的少的 就晚拿的 会给哪边一些压力的 这就很尴尬了 两边各有想法 一边是米波局 另一边是针对米波局 麦克的剑圣 那这应该还是中单的一个猛马 烈士路杀王 优势路的一个剑圣 然后四五号位是蓝胖跟拉皮克 这句蓝胖去中路给点压力 不要让这个 不要让这个 米波太肥好吧 另外一边这个上路的话 如果拉皮克和剑圣两个人的话 是不太好压这个福王的 查了一个核道眼 这个是为了看城的 找城的一个走位的 这个插眼位置被发现了 这边已经发现了 这边也意识到了 要么在这里 要么在这里 就说白了 这个是卖肉 这个米 露娜和剑圣 卖肉 然后米波输出 沉给加血 大招掩护 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趁 对方人不齐 或者说趁这个打团的空隙 偷人啊 沙王剑圣猛马 通过技能去偷人啊 怎么有个高抬眼 这个走位明显就是有高抬眼的 肯定有眼的 拉皮克都在这走位了 拉皮克都在这走位了 你看 你在这里扭来扭去的 肯定是有眼啊 发了信号 发了信号 这局沙王肥不肥 米波肥不肥跟陈有关系 而这局猛马肥不肥 沙王肥不肥跟蓝胖有关系 到底这边两个四号肥 谁能打得开优势呢 沙王这边穷鬼盾 这个对线 暂时没有看出什么大差距了 下路这边沙王渣男胖 还是比较质量的 露娜的话被打了一套 而这个斧王这边 上路这边有城的宝宝保护 好像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斧王这个饰品啊 他转起来特别的远 显示范围特别大 这宝宝好厉害啊 这宝宝比英雄厉害现在 中的猛马和敏波的补刀 没什么区别啊 猛马想找机会把他顶回去了 哎不过喝大药了 顶 顶不了 下路这边冲塔 这有点过分了吧 这边给电给给技能 沙王进不来了 绕过来 给戳 狼胖跟技能给爆 跟进去但伤害不够 弄在这边有一个先灵火 想反杀沙王 但是没有视野 沙王绕到了树林里 反拿一雪 一换一 但是还是这个拿一雪的转 这肯定不用想 这一波的话这个沙王是 吃了棵树 藏了树林里 是没有给这个露娜 看到他的机会 而另外一边 这里 沙王配合这个宝宝 直接是杀了这个拉比克 哎呦 拉比克死的冤啊 这边沙王勾兵 萌马和米波护肥 两个人护肥 这边再叫个宝宝过来啊 建成三级 拉比克没有鞋子 网友鞋子 这样应该不会 对防作有什么太大压力 把这边的话 还是那个问题 中路压不住米波 中路在对线方面 没有压住米波 米波还是蛮肥的 萌马的话 要保自己不解肥了 上路这边有机会动吧 上网两级戳 大方这边没有属性装 但是很肉 直接清兵清了就跑 这露娜下路不是很舒服 然后上路这个 吼住了 两下转 没有抓住第三架 被拉比克拒走 但是对线很烈啊 这个一下子显示 下路这边也动 但这边来了个宝宝 吹了个风 减速 沙王跟萨尔一换一 这边又来个萨特 但是没有波道 算了算 没波道就算 米波呢 米波在这喝拳的 米波已经开始打野了 这样中路可以找一个人去站一下 不过这一局好像没什么人能去站 尘也得游走 萨尔得保下 没有位置去中路 这样米波再回中 6级了 萌马也快6了 但下路路纳也不是很舒服 上路斧王不是很舒服 上路这个坚圣不是很舒服 两个大哥都不是很舒服 这局两边打得很凶 绑住 萌马给大招 但是后面绕了一拨人 萌马把人顶走 自己危险 哎呦 送起来了 这怎么单杀 说实话 就算这个WG人不来 这个米波也死不了啊 好像啊 是不是啊 我如果没说错的话 对吧 死不了吧 这边撞到了 这边应该输出是够的啊 输出够的 我那个意思是第一时间不来啊 就算是TP 就算有辅助TP帮忙 我觉得这个米波也死不了 好吧 反正就是这个中路没杀成 这样被反杀了 中路一个经济发育 就有个大差距了 你米波这一下子没有压住 你后面就想压他很难的 后面必须得通过开户去抓他了 恢复圣服 我把这个大刀CD还是挺快的 嗯 乌纳这边 不是多个吃树的吗 吃树没了 搞了个大猫棒没搞起来啊 两边来到护发育 但是同时如果作为同时护发育的话 还是这个米波一方转 现在其实夜眼方本来想打得很主动 但打了主动几波发现好像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现在反而选择去怂 你这恢复服呢 这是一波开悟 拉比克跟蓝胖子想找上路的一个 四皇麻烦 已经来了 这防危险了 这防危应该已经死了 剑哲这边有六 整芒果有技能 应该死了 守住了,能不能换一个 剑衬 这边拉比克救了一下 剑衬斩回去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杀的还是挺不容易的 还好拉比克这个局比较及时,好吧 萨尔过来插个眼 这边已经有视野了 这上网的血量不是很高 Solo在推塔 陈加露娜,我的天哪 这些单位 这手塔,这塔不好守啊 诶,上面有个急速 插了高抬眼,保一下自己 只要有宝宝有小兵 Luna这边推就好了 别再不用想,推就行了 这边要做什么,围围就照 利用Luna的一个正面推进 让对面疲于应付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给米波拖 时间打钱 往这边上路是直接想裸跳的 先锋盾什么也不做了 下路塔成功推掉 这边想单杀 找机会,就这个兵了 就这个兵,动他 诶,想想算了吧 这个位置他必须要进这里 最好进这个位置刚刚是 诶,那这样再往后拖 感觉可能这个位置有点危险了 拉比克 开大招往左走 拉比克过来就要死 拉比克到这里就得死 但是没过来 这边下路想找杀王 萨尔这边有电 先垫他 给技能给他打招 死了 因为杀王没学那个埋杀 那其实即使学了也死了 因为这边有针眼 已经插下去了 5-4的开局啊 猛马跟剑顺还是挺肥的 只是不过问题在于 你没有 没有针对得了这个米波 本来想拿猛马针对米波 有没有机会 举一个 猛马针对它顶回去 啊 啊 我们的 这位冲手 好像玩的不是很溜嘛 哎呀 这是难得的击杀机会啊 把他顶到塔下一个大招 那还是有机会杀的 好 防快跳了 这个速度很快 十分钟左右就跳了 已经要跳了 已经要跳了 让防跳刀 佩克露娜推进带节奏 那明天斯克呢 如果守 他毕竟打得过 如果不守 那个吊塔 就算是守 打得过 这米波还在发雨 你知道吗 这是最坑爹的 这是对于他们最难受的一个点 米波一直在发雨 相当于一个敌法师在这 定时炸弹在这里 你处理他吧 处理不到 不处理他吧 他会在那倒计时给你压力 这边差不多可以推动或上了 弄到这边 千万这把线 有宝贝可以 可以差不多了 带队一起去 哦 冷水 适 Soft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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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暂停了一下 两边等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吧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有个规则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有一方 掉线 可以等 没问题 但掉线超过15分钟 那么 对手就有权利要求开始比赛 好吧 15分钟 我感觉这个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我给大家提一下这个规则 那么如果15分钟到了 对手要求开了 这边另外一方却少人怎么办 两种选择 马上就要一个替补过来 马上来打 开心房间 另外一种选择 四人打 对少一个人也要打 但这局WG不一样 少了五个人 少了五个人啊 我这边也去 看看什么情况 我去问一下什么情况 咱们一会儿见 好 咱们一会儿见 温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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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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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